2.中共把人变成非人 中共不间断地洗脑和欺骗 败坏和变异 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文化 不讲道德 使人像狼一样图具人形 2004年开始 大陆风行狼文化 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 都推崇狼文化 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 贪婪暴虐的本性 运用到事业之中 称为拼搏精神 许多人认为 这是生存竞争中 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 换句话说 人不需要道德观念 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 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 常言道 独如蛇蝎狠如狼 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 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吃 现在很多年轻人 没有任何传统观念 做事情没有底线 在家里唯我独尊 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 更甚者对父母视如叩仇 一旦不合己意 就大打出手 这样的人管他们叫狼崽子 恰如其分 中共建政后 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 用无神论 斗争哲学洗脑 造成了如今 很多中国人 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 也由此带来 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 道德一片空白 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 心里马上想到的是迷信 好听一点的 说远古先民 对自然现象的认识 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 创造了神话 这样一来 如大禹治水等 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 变成了神奇的想象 谈到古代帝王 心里想到的封建专制 跟中共一样拥有 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利 殊不知 在神传文化中 天子为上天之子 须公行道德 承顺天地 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 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 据此 臣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 天子的称呼 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 恰恰强调了其权利 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 中国传统以公粮温减让为美德 今天的人以斗争 以恨为高尚 甚至认为自古以来 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 平时为一点小事 打得头破血流 已经成为天经地义 实际上 恰恰是敬神以礼 代人以公 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 到日本旅游 很多中国人惊讶于那里人与人之间 礼让谦和的态度 其实这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 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 中国人被从小灌输 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 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 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 思想和行为充满暴力和攻击性 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 经常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报道 灭门 弑父母 杀妻 投毒 爆炸 砍人 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地虐童 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 强奸幼女 强拆 城管打人等等 不依而足 2004年间 中共委托新浪网做大型网上问卷调查 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妇如开枪的问题 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82.6%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 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 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 如此残忍冷血 使人不寒而栗 2011年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新 驾车撞倒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 药家新下车查看 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 抄她的车牌号 药回到车里取出鞋带的匕首 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 药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 我要是她我也捅 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 2013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 与同住寝室的黄阳因琐事发生矛盾 林森浩把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 投放至寝室的饮水机内 黄阳饮水后死亡 2013年7月 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 仅仅因停车纠纷 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 从婴儿车内抓起举过头顶摔在地上 女童抢救无效死亡 北京当街摔死女童事件 令社会震惊 日常生活中 为一点琐事而大打出手的 更是司空见惯 年纪大的人不解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这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 已经把恨灌进了中国人的血液 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 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 官倒 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 高喊打假 到千禧年之初 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 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 到了今天 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 从食品到住房 从商品到维修 到看病求医 到租用未婚妻 或未婚夫拜见父母 无处没有诚信危机 今天的中国人真不容易 买菜买肉 要具备鉴别有没有毒的能力 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 小孩打疫苗 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 甚至给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 也要能够鉴定其信誉 避孕药螃蟹 假鸡蛋 瘦肉精 苏丹红 毒胶囊 毒奶粉 假论文 豆腐渣笑舍 各行业的抄袭造假 如今叫做山寨 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大量残留农药 激素 除草剂 杀虫剂 增熟剂 保鲜剂等 有毒假裂食品造成的 男人雌性化 性功能障碍 女人生理紊乱 生育能力低下 儿童性早熟 婴儿畸形等等现象 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 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 几十年以后 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 针对诚信危机 有人提出 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 这也没错 上梁不正 下梁歪嘛 但共产党会讲诚信吗 让贪官们放弃 钱权交易 开放互联网 让人们读这本书 了解真相 承认党的造假历史 这都无异于 与虎谋皮 有人提出 需要加强法制 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 不敢造假 但问题是 谁来监督执行法律 谁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 谁来保证 至监局官员连结 终于 有人呼唤回归传统文化 中共也在讲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 在无神论的基础上 讲传统文化 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 有什么两样呢 告诉人们 紫曰诗云 人们就会坚持诚信吗 专项检查显示 有22家企业 69批次产品 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句情案 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里添加三句情案 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 想要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的企业 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 这时人们面临的挑战是 应该选择即使赔本 也要坚持诚信 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 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 被中共挖去神性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 给不出教人坚持诚信的理由 实际上 如果我们找回神传文化中 被中共挖掉的内涵 这个问题很简单 对于一个内心相信 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 做好人踏踏实实 诚实守信 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 就如过去随处可见的妙语中写的 你哄你 我不哄你 人亏人 天起亏人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 传统社会里也是有君子 也有小人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的社会里 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 坚持道义的人 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 中国的诚信危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呼吁 到千禧年人大提案 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 到如今 社会学 心理学 法律学 等各领域都在研究 数十年来 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谎言教育 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 保护自己 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 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 觉得世界是危险的 人与人都是虚伪的 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了真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成为社会常态 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 很苦很累 又无法自拔 人人又推波助澜 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 数十年呼唤不停 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 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 起源于中共鼓吹的 闷声发大财价值观 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 被迫互不信任 互相揭批 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 发现一切努力 遇到了中共 就成了无解难题 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 近年来 关于炫妇女拜金女的报道 层出不穷 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 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 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 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 名车 名牌包 手表 首饰等等 按照规则 你下面还有最后的一个权利 就是向他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问题很简单 在某乡亲节目中 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 且无业的男嘉宾 问几位女嘉宾 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骑单车 一位女魔脱口而出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 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 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 的口号 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 引发舆论华人的同时 也引来很多人的艳羡之情 这是社会病态 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 使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 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 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 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寸息息相关 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 纯正的 善良的 光明的艺术 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 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 甚至把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 这种所谓的艺术又会反过来 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 最终使人成为非人 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 把低俗捧为时尚 把丑恶当成艺术 中国有所谓艺术家吃死孩子肉 适落的身体上涂满蜂蜜 坐在厕所里以吸引苍蝇满身 美其名曰行为艺术 很多人惊呼 中国进入神丑时代 以前的儿童玩具 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 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 卖得越快 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 以丑为美 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 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很多年轻人甚至艳羡 他们的一举成名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 在中国多个城市 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 把餐馆装修成厕所的风格 用变气形状的石器成饭菜 并且供应大变形状的冰淇淋 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